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风起洛阳制片人为王一博代言,演技刘梅被选中。 风起洛阳目前正在北京卫视黄金档播出。 从各大平台的评论区来看,大部分观众显然是冲王一博而来的。 王一博在影片中饰演一位牧师之心的科技男。 婚姻的情节。先是宋义的性格,再到爱情,抓住了很多女性观众的眼球。 作为一部面向广大观众的悬疑类网剧,经过一年多的网络播出。 能够作为首部纯网剧登陆北京卫视。 王一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。 在网络直播期间,王一博对这部电影的知名度和相关性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。 不过,对于为什么选择王一博出演《风起洛阳》,制片人徐康表示。 他主要是喜欢自己的魅力和实力,而不是所谓的流量和关注度。 毕竟在陈情令播出之前就已经敲定了角色,而王一博当时也不红。 徐康还透露,一博平时话不多,其实内心很生气,剧组的工作量挺大的。 有时候拍到凌晨两三点,六点起床化妆。 但他从不抱怨,每天,积极与现场导演沟通。 如果台词有问题,他会在前一天晚上和编剧、导演沟通。 对于剧组来说,每一个流程都没有讲一个好故事重要。 对于白李鸿逸这个角色,王一博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不喜欢关心身边的人和事。 风起洛阳拍摄期间,我特别爱健身。 在片场和运动之外,我基本上都在关注外面的世界。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,和黄轩、宋熙一起工作真的很好。 作为从洛阳走出来的明星,王一博也很高兴能通过这部剧感受当时的洛阳文化。 学习当时的礼仪,从中受益匪浅。